大家好,欢迎收看ACYC1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据以色列周六公布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 最近在南非发现的新冠变种病毒 能够突破辉瑞与BioNTech疫苗的防御 在研究对象中,接种疫苗的患者 感染该病毒的几率增加至近8倍 虽然南非变种病毒目前传播范围并不大 且研究的样本量较小 但仍为市场敲响了警钟 我们认为,这次疫苗接种与病毒变异的追逐站 仍处在白热化阶段 政策支持与国境的封锁 短时间内逆转的可能性不大 金融市场仍将维持目前的走势 市场最近对于通胀率的上涨异常关注 担心高通胀会触发政策的收紧 但实际上,通胀对于经济的影响力 在过去百年间逐渐消缓 央行与政府有着更加多的财政工具 对于高通胀进行限制 经济体系也同样能够承受更大的冲击 明日发布的美国通胀数据较为关键 从年初英国正式脱欧以来 股市的表现并不如人意 对比欧洲的市场 英国股市在年初的回调后 没有像欧洲一样快速反弹 通胀率方面同样有所印证 英国上月公布的通胀率下跌至0.4% 受到脱欧的影响 服装与车辆的销量远低于预期 不过自从英国开始接种疫苗以来 零售业的数据却在逐步恢复 上周公布的疫苗接种率接近了50% 可能会促使疫苗护照法案的通过 英国股市仍有较大的上涨空间 从英国副市指数日线图来看 股指正处在震荡上行的阶段 随着疫苗覆盖率的提高 K线的涨势逐渐稳定 限价触及到了前高点的位置 将会受到一定的技术面阻力 指标方面 MFI市场促进指标连续收出了蓝色柱线 见顶的信号较为明显 说明上方的空头压力并不小 同时最近北爱尔兰的紧张局势 和菲利普亲王的离世 已将提供基本面的阻力 K线可能没有足够的动力突破前高 从暗略特五浪形态来看 目前股指的价格处在第三浪后期 技术面面临回调的压力 所以交易策略还是以回调后找买点为主 限价下方的支撑有6800的前高点水平线 该位置将提供一定的支撑效果 再下方是6700的上行趋势线 和前低点需求区的共同结构 支撑力量更强 考虑到英国对货币宽松政策的急迫需要 英镑的交易机会也同样是市场观众的重点 从镑加日线图来看 连续四连因使K线回到了前低点1.72的附近位置 该位置下方曾多次支撑了货币队的走势 支撑力量较强 考虑到英国与加拿大在政策层面的分化 以及限价处在多年的均衡1.7位置上方 棒美货币队有机会下破该支撑位置 指标方面 ISI相对强弱指标持续下行 还没有进入超卖区 也没有释放背离的信号 整体保持了下行动力 今日早盘价格有所反弹 上方的阻力位置主要看1.72的颈线位置 再上方的阻力则是同步结构1.74上方附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关注数据 欧元区有两月份零售销售月率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